我發現了幾顆木瓜在營地邊上 過來撿木材,然後發現了幾顆木瓜 這個 這個 木瓜 這也是 我準備去弄它幾顆下來吃 拆了一個木本 這個 用樹搖一下它就掉下來了 這個快熟了 金黃金黃 我再來找找看 搖搖看 掉下來了 爬到上面去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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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這 這 這個 那 這 這個 這 搞了几颗 这比较黄一点的 比较熟的 好吃一点 比较偏黄一点 这就是可以好吃一点的 然后还有 一颗比较熟的 这个就 基本上是可以吃的 这应该就放一两天就可以吃的 好了 这就带这几颗就回去做 今天晚上来煮个木瓜 吃 看完整个四个木瓜 这两个比较大一点的 这个是比较 已经熟了 看一下这个 已经是有点烂掉了 这个应该是 捏得有点暖暖的 应该可以吃的 然后还有这两个 有点黄了 有点熟了 这个拿来炒是很好吃的 这两个 然后这个就是比较大 但是还没那么熟 可以放两天也可以吃的 炒个木瓜 今天来炒个木瓜炒肉 然后这个木瓜就刚才那里面 那里面就摘了那个木瓜 就稍微有点黄了 这样子炒肉呢 又会好吃一点 然后吃一点虾 这个下次的比较大 那个 已经太成熟了 这个木瓜就会比较好吃 这一路是 那瓜子从云南至到海南 就从海南至到广东 叫皮蛋给它死一下 这个肉也现在很吸着 锅都生气了 好 有它没问题 咸鱼 碎 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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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在无法永恳 爱如果销魂就有多想人 你也永远爱了就要用 这个小木瓜 昨天弄的那个喝奶皮有点消的 看到吗这个这个纸就像椅子酱 弄掉 切了直接就这么背开吃了 很好吃的 特别香 我木瓜切开里面的纸给它拿出来 看上这个木瓜比较黄 比较熟了 它这个纸就会变黑了 这个纸给它抠掉 给我一个安静的角落 避开所有眼光的探索 寂寞是我唯一的结果 经过多能刻意地漂泊 面对无数陌生的面孔 像个回事找不到理由 为什么 哎呀好像这个铃子 所有的过一错 很满 很满 为什么 为什么 经过多年以后 这时的过程 这种磨了应该效果还挺不错的 以前切漏了切洞 现在是一下子就断了 现在是一下子就断了 这种磨碎的蒜色 比较小的 让自己孤独 我只想要简单地拥有 一片小小小 真实的天空 不要再有飘零的失落 这道猪肉现在给锅再开一边开锅 就有点麻烦 会有的一生性 好嘞 现在油给它扔下去 刷一刷 这样子就不会容易生锈 不然这个锅容易生锈 洗干净了 现在准备了 这个猪油 要给它上鱼花了 给它放下去爆油 油给它爆出来了 把鱼花给它爆进去 沾炒几下 来 再来一点 快熟了 来一点蚝油 盐巴 翻炒均匀 准备出锅 这看起来像胡萝卜 有点像南瓜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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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开饭了 这个木瓜 木瓜的香味还是很香的 尝尝看这个 木瓜比较熟一点 就比较甜 会比较好吃一点 比较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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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椒 辣椒 比较高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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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错,在那儿吃着